哥,你有个好玩的 什么? 芭蕉扇 老花衣 光水吐气肥 哈哈哈 老花衣 美子一达 回答一下 臭宝妹的养发问题 哈哈哈 首先感谢一下 臭宝送来的扇子 小慧 给人安排点礼物过去 好 谢谢啊 哈哈哈 下个臭宝说 焦水 也是颠盆 清了焦 用了补光灯 月解水大 叶脉发黄 不是水大 就是肥大 水大敲光 通风散 嘿嘿嘿 不光灯没用的 嘿嘿 好 下个臭宝 老花衣 看我一下 瑞香 还有救吗 前天发现叶子软了 开始掉了 瑞香 闷根了 埋得太深了 宝贝怎么理解呢 你这个植物的根系想要生长 必须要有气 对 光水 光水土气肥的气 盆子里面不透气 这个根系就会焖根 焖根就发黏 感觉像是缺水 因为根系烂了 吸不上来水啊 明白了吗 把表面的土拔出来 露出来表面的根系 嘎嘭 停 花盆呢 没什么大问题 然后等反应过来之后 适当的来一些肥料 好吧 通用型的就行了 下个臭宝 老花衣 今年买的两颗硬山红 一颗很好 一颗一半干枯 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花油应该是北方的花油 而且这个是杜鹃花 我看了一下叶片啊 叶片感觉是生过红蜘蛛 好吧 第二个照片上面是感觉生过红蜘蛛 还有一个点 杜鹃花 它就像典型的一个南方的小姑娘 很水灵 一到了北方呢 它就很干燥 干燥之后呢 皮肤就不好 就表现的是叶子不好 老是干啊 蔫啊 那怎么办 有的话说 嘎嘎一个劲的浇水 你嘎嘎一个劲的浇水是不理想的 你浇的多了 它盆子里面根系就会烂 因为它是毛细的根栖 你浇的水多一烂 它又显得够蔫 你这个时候再施肥 它就更完蛋 它对于空气湿度的要求很高 是吧 就是很润 南方啊 它空气湿度高很润 还有一个点就是 南方呢 一般是雨水比较多 成一个弱酸性 弱酸好理解啊 人 胃部是有胃酸的 对吧 胃酸分泌不足就消化不良 咸的也不精神 你用了肥料它也不吸收 你像南方雨水多 它大多都是热酸停尖下 所以说呢 又润 就很舒服 你知道吗 到北方就会牵扯到这两大原因 有话说 我想养好 想养好第一把空气湿度整上 第二把这个酸碱度调明白 其他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想着说吧 桂花咋得了 桂花出现了胶尖 而一般是因为缺过水又或者是缺甲 缺甲你理解吗 就蛋铃甲它缺甲了也会交接 还有一个缺过水就跟人一样 你比方说我大舅子 三天没喝水完事了去上火了 你给它补上水 它也会出现这个喉咙痛啊 嘴皮子裂啊 同样的道理 明白了吗 长新叶就行了 它有付出能力 把老叶盆一揪 挺好的 慢慢养吧 是不是用了我们家的那个微生物菌剂 感觉起效果了 长新叶了 没事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别跟我大舅子似的 大舅子都结婚了 完事了 他说他前女友瘦了 他还敢哭 我关你啥事啊 是吧 你这建议十千的 叫他两只船 前女友还咋咋地 四季 现在找新的就行了 瞧瞧瞧 我的玉树突然成这样子了 这不挺好的吗 没啥毛病啊 挺好的呀 弄了个K啊 稍微用一丢油肥料 就巴巴一个劲的涨 如果说让我看的话 之前应该是浇的水多 因为居树啊 多入这个在夏季高危 会短暂的休眠 就睡午觉 以我大舅子的大比方来说呢 就是中午睡觉了 对吧 显得蔫了 吐噜吐噜 掉了一身毛 不过长新的 没这没这没这 问题不大 下个错误说 海棠半死不活 该怎么养护啊 缺水啊 宝贝啊 把表面的土 你别舍不得挖啊 有点缺水 该湿肥的湿点肥料 该浇水的时候也得浇水 你用的盆还是比较快水透气的 光照该给的给 正常养护就行了 好吧 你给虎皮兰在一会儿 虎皮兰的很耐旱 你一个月不浇水行啊 这玩意呢 不要胃有点缺水啊 干了你浇 别舍不得 好吧 通风要好一点 光照要好一点 别的没啥了 今天养护你就到这了 视频最后再次谢谢这位花友 送来的这个扇子 非常的舒服 哈哈哈哈 你摸摸打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容易 有不着急点个赞 好了 嘿嘿嘿